不但一直有种奇怪的说法,叫人过六十两年砍,意思是说人到了六十岁以后,会遭遇两个大砍,而这两个大砍分别会在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的时候到来。 只要成功熬过去,那么长命百岁不在话下,可为何六十岁后会出现这两个砍呢? 尤其是连时间都已经算好,七十三和八十四,又有什么凭证?俗语的由来,事实上,这一俗语的由来,主要是因为古人的平均寿命相较于金人而言,算是比较短的。 以汉朝皇帝为例,享受着全天下最好生活待遇的他们,平均年龄仅仅只有三十岁左右,其中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甚至更短, 大多只在二十六七岁之间。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,古人始终都在追求长生的路上孜孜不倦,除去人们最为熟悉的秦始皇外。 唐玄宗礼臣,明朝修仙皇帝诸后聪都是长生的坚定拥护者,只可惜努力地方向出错,依靠略显粗鄙的炼丹术,显然无法让他们更进一步。 当大仙将至,即便贵为天下之主,也没有办法逆天改命。 因此,古人认为六十岁便是一个界限,倘若年岁能够超过六十,那就是花甲之年,少见但还算不上奇怪。 至于七十,那就真的是古来西有。 有趣的是,当古人对年限的推测到达这一步后,还想办法解释了为什么七十古来西,原因就在于他们没能度过两个大坎。 在这两个大坎前倒下,生命自然会走到尽头。 可为何六十岁后的两年坎会分别为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呢?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,这两个年龄端还让人讳莫如深。 答案很简单,因为古代的两大圣贤,孔子和孟子便是分别在这两个年龄端逝世。 孔子七十三岁时离世,孟子则是八十四岁时离世。 两人同是圣贤,优算得上同时代人类寿命的天花板。 于是老百姓便将七十三和八十四当成了寿命中的两道坎。 在大部分人看来,自己肯定比不上孔子和孟子。 遇到这两个坎,肯定过不去。 可一旦将这两个难关都度过,那场命百岁的愿望,自然也就出手可及了。 甚至于度过这两个坎后,还会受到孔子和孟子两位先贤的祝福。 所以一旦古代某个家庭中有老人的年岁超过八十四, 比如说他本人会受世人敬重,就连他的家人,子孙后代,也都会被人高看一眼。 当然,这类迷信的说法随着人类平均寿命越来越长,也逐渐被打破, 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中,老人年岁八十往上比比皆是的情况下, 世人也不会觉得稀奇。 所以,对于现代人来说,这两道坎可能就指的是另外两个年岁。 第一道坎就是六十岁这道坎,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没能熬过。 这是第一道转折点。 这个转折点转的是人的心。 人过了六十岁以后,从生理上来看并没有多大的变化, 也就是说人不会因为过了六十身体衰老得快, 在这个坎上是不明显的,而明显的是心态的变化。 所以,在国外是把过了六十五岁的人才称之为老人, 六十五岁之前都还称之为中年人,因此才有专家提议把退休年龄延长到六十五岁。 这个提议是从生理来思考的,而在目前却还没有实施。 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,目前还是实施六十岁退休。 当然这里说的男性,就这一规定,就给我常人心里设了一道坎。 意识上的坎,也是一个转折点,因此这个转折点深深地置入了每个人的心里。 简单说来就是人的潜意识里已经存在。 有句古话叫相有心生,心理想的东西会从人的身体上反映出来。 从这一点上来讲,国外的很多相关学问也证实了这一点。 所以在六十岁以前,我们都把自己看着一个正常的劳动力, 还得为家里大师小事奔波,为孩子们的大师小事操心,为自己的工作和收入起早贪黑。 而当我们过了六十岁以后,可能就不这样认为了。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,没有再把自己看成一个正常的社会劳动力。 首先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在这儿,可以退休了,意味着社会没再把六十岁以后的人看成一个正常的劳动力了。 就算去找个工作,社会人的潜在意识也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劳动力。 这种潜在意识也让我们自己也渐渐地这样认为了。 当潜意识固化了我们的思维,还真以为自己老了,会从人的歪象表现出来。 因此,对于没有工作的农村老人来说,在这一点上就反映得不明显,可能六十五岁还在干着五十五岁的活。 不管是从外贸特征还是从心理特征来看,变化都不是很大,而变化大的就是体制内的退休人员。 正因如此,退休后面临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,如果从心理上不能转变过来,就会很大程度地影响退休后的生活。 特别是曾经在职场上呼风唤雨,前呼后拥,鲜花和掌声也随之成为历史的时候。 人的存在感极大的降低,心里的不适感也严重地影响生活的质量和身体的健康。 第二道坎就是人生的七十三岁,这是几千来人们总结出来的一个普遍规律,也是人的生理机制所决定的一道坎,而被称为万事世表的孔子,也就是在这道坎上过世的。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,人在七十三岁以前,其实衰老的特征并不明很显,但是过七十三岁以后,人老得非常的快,身体上的很多疾病也很容易在这个时段爆发。 曾经好好的一个人,几年内就大变样,其实这个坎才是生理上的一个转折点。 前面我们说了六十岁只是心理上的转折,而七十三是生理上的真正转折。 进入了衰老阶段,不服老都不行,知道了人生的这两道坎,如何顺利地跨过这两道坎,也就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。 做到以下几点,可以帮助我们顺利过这两道坎。 一、科学的认知六十岁并不是身体衰老的转折点,不要受退休年龄的干扰,它只是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转折点。 二、六十岁过后不代表我们劳动力的衰退,更不代表我们失去了创造能力,依然可以积极思维、创新和创造。 三、快速适应退休后的生活方式,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。 四、学会做人生的减法,学会放下,更要学会自己关心自己,为自己而活,能独立自主地生活。 五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规律的作息,习惯性的身体锻炼,并懂得一些养生的知识,学会养生。 六、保持学习上进的心态,培养自己的兴趣受好,让脑袭包动起来。 长寿的注意事项,那么在古人追求长生方向错误的情况下,经人又该如何延长生命的长度呢? 对此,古代先贤和现代科学家的观点都一样,吃饱睡足心态好。 所谓吃饱睡好,倒不是非要按照特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而是在老人能接受的范围内,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,身体健康自然也就能得到保证。 至于许多人调侃谈及抽烟喝酒依旧能长命百岁,这主要和个人的心境与心态相关。 年岁已高,就不能再为琐事返忧。 这不仅是老人家需要注意的问题,同时也是年轻人需要反思的问题。 个人家庭中的琐事,能不打扰老人,就尽量不要打扰老人。 倘若老人上了年纪,却还要操心年轻人的人生,这为免太不应该。 此外,老人的心境也十分重要,若是能够如张三峰一样,清风扶山岗,明月照大江,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老人烦恼呢? 现如今,不少老年人都喜欢操心自家后人的事情,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,只要一直在正道上行走,即便遭遇些许苦难也没什么关系。 老人年轻的时候,不都是经历过无数困难,当年自己经历过的事情,如今只需要有所告诫即可。 总之,心态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,长命百岁并没有多么困难,无法做到这一点,那也只怪自讨苦吃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,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